2000年,在一片掌声中,国立嘉义大学校民映入眼帘,嘉义市民们终于有一所在地大学啦。 这是肖万长一直挂念,极力促成的任务。 原来,肖万长出身平凡家庭,生活并不富裕。 他只好努力向学,希望符合家人的期待,能出人头地。 回首来时,肖万长相信,是教育让他有了种种机运。 所以,不管他人在何方,身居何直,总是欣系着家乡的教育发展,并在担任行政院长后,成功催生嘉义市第一所大学,孕育更多嘉义学子。